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正值烈日炎炎的中午 戈壁滩在焦阳的烘烤下十分炎热 他趁着羊群在视野开阔的草滩上吃草时 靠在一处背阴的沙丘上打算休息一会儿 就在这时牧羊人发现身旁的沙堆上有一个比老鼠洞还要大的洞口 出于好奇 他下意识地把手中的赶阳边插进了洞里 一米多长赶阳边竟然触碰不到洞穴的底部 牧羊老人接着又用脚跺了跺地面 耳边听到地下传来的空洞声 牧羊人越发感觉到这个神秘的洞穴非比寻常 于是他隐藏好洞口并在此做了标记 当天收工回到家以后 牧羊老人把发现神秘洞穴的消息 告诉了村里和他关系最好的另一个牧羊人 两人分析后认为 那个洞口下面很有可能就是村里老人们曾经提到的古墓 事不宜迟 怕夜长梦多 在好奇心和利益的驱使下 两个牧羊人决定 当天晚上就对神秘洞穴进行挖掘 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 戈壁滩的夜晚空寂而神秘 两个牧羊人借助夜色的掩护 带着铁锹竹框和绳索等简易工具 找到了白天做标记的洞口 开始挖掘 随着挖掘深度不断增加 两人越发觉得下面像是一座古墓 经过大半夜的埋头苦干 他们终于在距离地面十几米的地方挖到了墓门 两个人拆开封门砖 借着马灯微弱的灯光 爬进了墓室 发财心切的他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想看看这座墓里究竟藏着什么宝贝 当两人举起的马灯照亮整个墓室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吃了一惊 只见墓室的墙壁上画着各种人物的壁画 画中的人物好像正盯着两个闯入者 这让牧羊人觉得有些害怕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壁画的价值 两人随后在墓室中寻找值钱的东西 接下来的发现却让他们非常失望 墓室里凌乱不堪 除了墓主人的尸骨和一些破陶罐以外 没有找到一件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 很显然 他们挖开的这座古墓 从前就已经被盗 两个牧羊人并不甘心无功而返 他们就把墓中的陶盆陶罐拿回家 当作喂鸡喂猪的容器 完事之后 他把这些墓葬的一些砖 他又拿回去 拿到家里之后 他说现在没事干 他拿到喂猪嘛 累他出去 他当时的小儿子刚上中学 当时就反应给上面的一个领导 领导来了之后 通过这样在给咱们的文物专家 组织这样反应以后 这样才开展1972年发掘 戈壁滩上发现古墓的消息 很快传了出去 当地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对古墓进行了发掘 考古人员发现 这是一座砖室合葬墓 砖器的门楼上雕刻有 脱梁大立式的形象 墓室分为前室 中室和后室三部分 他们之间有永道相连 整个墓室用青砖累积而成 砖与砖之间没有用粘合材料 却结合得严丝合缝 几乎所有的砖墙上都画着古代人物壁画 他们姿态各异 表情丰富 唯妙唯笑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意识图 它长三十五厘米 宽十七厘米 画中的意识头戴黑帽 身穿造园领袖中衣 手里还拿着简读文书 骑在一匹红宗马上飞驰前行 但是他的嘴却没有画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说 古人这样画的目的 说明信使必须遵守职业道德 要守口如瓶 画中人物是目前中国国内 发现的最早的邮差形象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驿站 并通过意识传递公文 信息的国家之一 早在汉代张迁出使西域时 就打开了中原地区 通往西亚和欧洲的游路 除了意识图以外 这座墓葬中还有许多描绘 当地人生活的壁画 比如这幅烫鸡图 画中两位女婢高碗衣袖相对贵作 正在烫鸡去毛 画师以简洁的手法将女婢聚精会神的劳作形象刻画得唯妙唯像 这幅进石图中 画中的男主人坐在床榻上 旁边的男仆人头戴高帽 身穿长袄 手拿烤好的肉 正递给主人 这幅壁画真实在现了当地富贵人家的生活 由于发现一石图壁画的五号墓曾经被盗 考古人员从墓中只出土了一些陶制品 不久以后 文物部门对五号古墓的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古勘查 又发现了一批古代墓葬 考古人员在其中的九座墓中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彩绘壁画 总数达760多幅 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生活生产的许多方面 这些被发现的古墓基本被盗过 考古人员在墓室中没有发现墓制名 而且有的墓葬还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由于无法得知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这些墓葬群究竟属于什么朝代 专家学者只能从墓葬壁画和出土的陶器中寻找答案 这篇墓葬它发掘以后 我们在墓室里边发现一些陶罐 以及个别墓室里边出现的一些题字 通过这个陶罐我们判断它是曹尾到西晋时期的墓葬 家喻官未进墓壁画涉及内容十分广泛 包括农耕 艳影 舞蹈 音乐 和狩猎等许多方面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这些壁画中 竟然出现了许多幅描绘彩丧 护丧和丝博的画面 这幅采丧途中 妇女右手提栏 左手采丧 身边的少年手里拿着弓箭 正在驱赶贪吃丧肾的雀鸟 整幅壁画充满了生活情趣 斯伯在中国曹魏西晋时期被当作是流通的货币 那么地处西北大漠的河西走廊地区 是否有过繁荣的丧残养殖业和丝织业呢 在曹魏和西晋时期呢 他这个政府的政策的影响 在当时采取的是护鸟质 要求呢 这个每户都要拿捐两匹 还有棉两斤 那么这呢 无形容促使了这个当地人的重丧养残 在嘉峪关新城镇一带 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存活下来的古丧树 它们是这一地区栽丧养残的历史见证 燕吟场面也是未进木壁画主要表现的内容 杀鸡 烤肉 烙饼 燕吟等场景被描绘的形象而生动 从中可以看出吃烤肉 烙饼等游牧民族典型的饮食习惯 在当时已经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 专家说 未进木壁画反映出墓主人生前都比较富有 他们请画师在墓室墙上 将自己所经历的生产生活情景描绘出来 这体现出古人至死如生的美好愿望 这些壁画距今虽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但它们仍然色彩艳丽 专家壁画之所以能够保护到现在二千呢 保护率相当好 一个原因呢 在于当地的气候 嘉义关的地处河西走廊的中部 这个地区呢气候比较干燥 所以说它保存得相当完好 再一点呢就是这个墓室当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呢 这个墓室顶部掉了一个长明灯 这个长明灯呢 仪式呢当时的一个丧葬修俗 这个墓主人呢 希望了死后还能够长久 能够呢 过上跟他生前一样的生活 这个长明灯呢 把这个墓室里边氧气耗尽了 无形中呢 是墓室园里这个壁画颜色保存得相当好 嘉义关新城镇未进五号墓中出图的 一史图壁画 目前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中国邮政活期储蓄存折和邮政绿卡上的标志性图案 都出自这幅壁画 中国邮政部门还特别发行了 一史图纪念邮票 中国嘉义关未进墓壁画 真实地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 再现了一千多年前 河西走廊地区的社会风貌 具有珍贵的史学和艺术价值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